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新竹市长高宏安争议不断 台风天出访日本 出发前还发布人事大地震 辞掉副市长蔡立新跟文化局长钱康明 尤其钱康明说自己全身而退 安全下装引发外界的联想 在高宏安底下做事 有什么风险呢 而新上任的民政处长施暑婷 是原发言人 老公是建设公司的负责人 这会不会跟新竹的工程利益有关呢 难道不需要避嫌吗 那高宏安还被爆有五台百万名车 在他跑行程 市府回应这是非公务车辆 陪市长跑周末的地方行程 市长名下并无登记车辆 问题是高宏安以为自己还在选举吗 已经当市长不用公务车 反而会出问题 还是习惯坐惯了高级进口车呢 夸张的是高宏安在日本 仍还没有回来 已经安排了十月份将前往美国考察访问 密集出访用意何在呢 是征考察还是当毕业旅行呢 或是借此躲避贪婪的出题呢 种种动作都透露出新竹市政已成为党箭牌或是政治筹码呢 而柯文哲也陷入自家违建的争议 今天面对媒体回应说呢 要不是有新闻都忘记自家有五楼 那如果这个判定是违建 该拆就拆 但是柯文哲在指控别人时 没有证据也讲得最大恶极 自己有违建呢 却轻描淡写 可以这样吗 他是要等新竹市府拆 还是自己拆 对选情比较有利呢 或是觉得可以抓抓头就闪过呢 民众党现在争议不仅有违法涉贪 还有涉黑帮派化的问题 前台能市议长李全教日前说 获得柯文哲以及台能市党部主委 蔡婉晴的大力支持 柯办昨天声明 那是蔡婉晴个人不代表柯文哲 秒切歌外界会相信吗 民众党又被爆 台北市党部中山区主任陈大业 是鸿门大哥 他的宾示车就直接停在 红线一整天都不会被开单 连警察都怕吗 柯文哲还没当总统就这样 那真的当上总统 难道黑道治国吗 传出蓝白河有时辰表 10月就要瞧总统了 蓝白会怎么瞧 郭台铭被甩锅吗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 卓冠廷 仲江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是台湾知库策略长 王一川 大家们 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仲江好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张维源 仲江哥好大家好 自认媒田邱明玉 仲江好大家好 再是财经专家 许清皇 仲江好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 仲江开庭的9月 似乎动作频频 有人说 接下来新竹会发生什么事 一点都不会奇怪 因为高航安 会用尽各种的方法手段 躲避审判 果然高航安10月份 说要出访美国姐妹室了 来请教明玉 这真的是去美国考察呢 还是毕业旅行 或是以市政繁荣为由 来逃避出庭呢 我们先讲 这个高航安现在人在日本 但是现在被媒体 给披露是说 他有一站 是来到伴手礼商店考察 他自己po的 在IG上po的文章 还说什么 发现超可爱的吉祥物 好 那虽然说 这一次的这个新竹 他这个台风 台风确实没有 这个直接的侵袭 但是还是部分 有一些灾情 说实在的 高航安要出去之前 新竹才有八级风 才八级风 那虽然后来 就是说看起来这个新竹 还是照常的上班上课 但是还是有些地方 是有灾情的 那你高航安你选在这个台风时刻去出国 而且又在登机前 无预警的公布你这个人事案 当然就引发大家的质疑 不过我必须要讲 这个不是常态 你看连这个侯友宜要出国的时候 碰到台风 都还带着他的这个背心 有没有 然后甚至还这个视讯连线 可是你看高航安 你去这个 你去这个日本 还开开心 人去考察这个办手礼店 你说看在新竹市民的眼里面 会作何的感想 然后他的副市长 是在这边坐镇 对 还在关心这个新竹 有部分灾情 对 虽然不是一级开设 但是至少大家都还 精英业业 坐镇在这里嘛 那你好歹也来 视讯连线一下 关心一下 关心一下这个说 现在新竹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没有啊 如果你这两张照片 来做对比的话 说实在你真的看到 这个新竹的市民眼里面 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适滋味 怎么好像我还在 这个戚风苦雨当中 台风还不震得真正的远离 因为台风还回马腔过来嘛 结果我的市长 还开开心心 在那边办手礼店考察 去日本玩了是不是 对你要做政治秀 你好歹也要真的 这个就是 就稍微就证明一下 你真的是 比如说你学一下侯友宜嘛 这个人家的 有例子在前面啦 好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 就是说高宏安 日本回来之后 现在还没有回来 他现在又传出说 十月他又要跑到美国去了 这次他去日本 是因为刚删的 什么姐妹是20周年 美国又来了 美国加州呢 是一个什么库比蒂 库比蒂诺市 这边也是一个姐妹市 他说什么四月人家来访 所以现在十月份又要回访 超级频繁的 九月出国 十月又要出国 而且去美国恐怕 两个礼拜跑不掉 对因为美国是比较 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那现在大家都在质疑说 你现在这么频繁的一个出国 正值你的这个贪污案 正值要起诉嘛 因为我们当时就在节目上分析过了 这个贪污案的这个部分呢 因为他不是很复杂 而且前面的检察官已经准备了八个多月了 资料非常非常的充分 包括起诉书的部分 都完完整整 隐藏版的 不是隐藏版的 通通都出来了 所以事实上大家认为说 这个针对一审的部分会非常非常的快 那看起来高宏安呢 对于这个市政的部分 他没有办法帮自己辩驳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要用这种另类的 这种诉讼的手段来拖延审判的进行 所以我们当然合理的怀疑 你去美国 这个你去日本玩就去美国 可能这个时候会开始要开庭 要开始审理了 要找你来出庭嘛 那如果说你利用这个公务 你出庭 你就可以躲避出庭 对 回避掉了嘛 对 躲避出庭之后 传讯你传讯不到 那必须这个庭要一直延一直延一直延 那你要用这种手段 现在只是日本跟美国 你后续不知道还有多少啊 那如果传讯你 你每次都不到 我公务又很繁忙 所以你是要用这个案子 一拖再拖 搞不好11月又出国 也很难讲啊 是不是 我每个月都出国 对 不一定要出国 可能用我公务繁忙 我不客出庭 很多理由啦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你的这个贪污的案子 你会有用这个技术性的手段 用这种政治的手段 来作为你拖延开庭的一个方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回过头来 我们刚刚讲 他去日本这件事情 这个政治争议还没完 现在还有就是说 这个包括蔡立卿被请辞的部分 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 重点的迹象 被这个大家抓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 这个事实上 这个是蔡立卿在脸书上 这个大家看到的 就上面什么亲爱的 你好吗 什么所有关心我的伙伴 101个字巴拉巴拉 期待再相逢 这是我们在脸书上看到的 事实上呢 这个有人发现 第一版 第一版的部分 是什么亲爱的 你很好 我很好 这个通通都没有 而且什么 关心我的伙伴 有人及各界人事 什么健康顺心 后会有几下 这通通都没有 他事实上 只有这一段 蔡立卿第一时间 po文 此时正值海魁台 风席台之际 虽然风雨已减弱 但有很多灾情频传 他只有到这里 他跟大家say 再见的字眼 通通都没有 所以你发现了什么猫腻吗 证明说 他是被请辞 而且呢 是非常非常突然 被请辞的消息 所以他第一时间只po 只po他在这个指挥中心 坐证 关心台风的灾情 那后来呢 知道自己被请辞了 而且还在登基之前 被请辞 他才开始加一些说 什么感谢大家 关心我的 这些话语在后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为什么大家说 蔡立卿被请辞 被请辞 我看恐怕他连 发这个台风文的时候 他都还不知道 自己被请辞 那后来 后来被请辞 这个媒体披露之后 他才开始加这些 加这些所谓什么 谢谢大家关心的文字上去 对 所以这整件事情 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那当这几天 其实我觉得蔡立卿 比高环更像市长 对 对 至少她关心 还要坐证 这个新竹市府 关心台风 高环出国去了 对啊 拿好办手礼 很可爱 很开心这样子 是啊 所以大家会觉得 事实上这个蔡立卿 我们这几天 有问了几个这个市议员 大家都对她多索 肯定 就说她很认真 真的是一个蛮认真的 一个优秀的这个政务官 那回过头来 就讲到说 蔡立卿现在突然被请辞 我们刚刚有找到一些 这个蛛丝马迹的迹象 那现在大家 这几天又有更多消息出来 就是蔡立卿 为什么被请辞 当然除了就是说 她的那个新竹大秘宝 挖了半 挖了八个月 当然没有挖出什么东西来 但是看起来高宏安 要用这个 这个新竹大秘宝的事情 作为她可以转移 焦点的一个 一个手段之外 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包括了我们刚刚讲的高宏安自己的这个贪污案的案子 蔡立卿也没办法帮她脱身 没办法帮她脱身 对她毫无帮助 你大秘宝也帮不了我 我的官司你也帮不了我 那当然最后最好请你赶快走路 赶快找自己人来 这个这个比就对她来讲还比较有用 我最后要讲了 就说现在看起来 这几天 这个新竹市议员 包括这个曾之辰 民意党议员 他开始整理出来 高宏安荒腔左板的人事管理 他短短的上任八个月 从一月份一直到九月份 哇 他的这个 等于说他的人事根本就像走马灯一样 包括从前面都不要讲了 从最近的教育处长开始异动 然后再来副市长 文化局长 城乡处长 正副处长 跟民政处长 通通都在异动 这像走马灯一样 他才短短的八个月 这个似乎又回到他当立委时期 其实我跑立法院的时候 他的人事异动是最平凡的 很多议员 对这些的评价是说 这些人根本就还没有见到几次面 连这个连面都还没见到 都还不熟悉 通通都走了 所以看得出来高宏安 现在非常的积极 他对于他的官司 可能有一些阴影在 所以他除了要用手段来拖延之外 另外他也布好了局 要开始找自己人来接替 他可能未来被停职的日子 高宏安争议不断又被爆出 有五台百万名车 在他跑周末的行程 我们要连线民进党新竹市员 杨领怡 杨议员现在了解到这些名车的背景 好像是有建商背景 那这跟新竹市的一些土地开发利益有关吗 我觉得这里面的水很深 因为其实市政府已经配有一部 相当好的公务车 阿法提供给这个新竹市长 来做使用 那另外我们会发现到 其实他还有另外四部的私家车 那其中一台包括说是一台黑色的Porsche 那在他出入这个士兵的公务行程 那这个黑色Porsche的车主是谁呢 那他就是所谓的张文景 那张文景他就是这个前新竹县议长张碧琴的地席 那大家要知道说 这个张碧琴他的先生 其实就是所谓的李力建设 那到底这个李力建设跟这个高宏安市长 资金有什么样的关联 他们又是透过谁认识 那为什么这个张碧琴跟张文景 他们愿意无偿提供这个百万名车 提供给这个高宏安使用 我觉得高宏安市长都应该要说明清楚 那再来就是说 另外有一部是这个Infinity 这个也是所谓这个私属庭 他是所拥有这一部车的 那为什么身为一个秘书 要提供给市长 做作为这个代步使用 那其实稍早啊 我透过这个地方民间友人的分享 其实私属庭他提供的 并不是只有这一台Infinity 他还有另外的两部车 一部是B&W 那另外一部呢 是蓝色的特斯拉 这个这些都是名车 所以提供了三台车 给高宏安使用 其实就是昨天说的五部车 再加上今天又另外两部私家车 那私属庭他的先生 是开一家建设公司叫做巨市建设公司 那我觉得这个也很奇妙 你身为一个秘书 你提供给你的主子主管三部坐车 那你的先生又是建设公司 那中间这里 这中间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对价关系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应该要说明清楚 那现在在新竹市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大车站计划 这些开发的这些相关的 跟这个之前新竹市长林志坚所推的 是不是现在这个高宏安不打算推 那之后是不是有其他的计划再推动 其实这个案子呢 在过去小智市长提出来 这个所谓的大车站 新竹大车站计划 它是会结合这个所谓的轻溃 那这个会是彻底解决 整个新竹市交通庸舍的一个 重大的一个决策跟政策 那这个也是受到这个中央政府的肯定 行政院的肯定 所以有这个前瞻计划的补助 可是很遗憾 高宏安市长一上任之后 其实在这个议会部分议员的一些反对声浪之下 其实这个案子慢慢出现了一些变化 因为有一部分的人 他们并不希望这个新竹大车站 继续推动 为什么 因为在许明才市长的时候 这个后面呢 后站有一个很有名的都更计划 叫做这个远雄的都更 那这个我就很好奇了 高宏安上任之后 这个大车站的计划会不会升变 是不是有相关的利益 在这个之间 我觉得高宏安也都应该要说明清楚 不应该用这个公众 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 去换取这些私人的私人利益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以公众利益为优先考量 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新竹大车站计划跟轻会 还是可以延续这个市政 让他可以继续顺利进行 他已经就任市长了 还把自己当成是候选人 在这个跑行程吗 那新皇因为这个高宏安被爆出 他的这个周末的行程 都是用这些高级的私家车在跑 那当然新竹市府有回应说 这个不是这个是非公众车 然后高宏安名下也没有这些车子 重点就在于就是说 高宏安已经是当上市长了 他还是把自己当成是候选人在当 那为什么要用这些私家车来跑行程呢 你知道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看来都觉得很傻眼啊 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说 这个载高宏安的车子呢 有五台的百万名车 都有载着高宏安跑行程 但是高宏安自己有一台公务车 是用ToyotaAlpha 以前林志杰也用那一台 所以理论上你不是没有车可以用 你有车可以用 但是你竟然还有这个四台车公里使用 结果好了你知道事情出来之后呢 今天新竹市政府的回应 让大家觉得真是惊呆了 为什么因为新竹市政府说 哎呀不是只有这五台啦 都不是都百万名车啦 也有没有那么那么贵的 像Suzuki的车子也可以 他也会用啦 但这样听起来你使用的车还真多 也不止五台 所以呢你在里面看到什么 看到高宏安奇怪了 那你如果是一个堂堂正正 进进出出的市长的话 那你一台车子坦白说就可以用了吧 你知道昨天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呢 我跟叶元支刚好在同台 叶元支第一个反应是告诉我什么 他说哇高宏安坐的车子 竟然比朱立伦还要多哎 他这句话一听出来的时候 他想说这个高宏安 竟然比国民党的党主席排场还要大 这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看一下有哪些名车啦 五台的 现在是曝光的 现在曝光的有好几台 包括有这个除了Toyota Alpha是他们本来搭的车之外 另外是你有看到有一台保时捷的车子 它车价近三百万 那另外是看到还有Infinity的车子 也看到特斯拉的车子 也看到BMW的车子 那所以这些车子 包括还有一台福斯的车子 所以你看 还有台法国名车 DS5 DS5 所以你看这几台车 每台都是超级百万名车 像Infinity那一款也是288万 然后你看福斯那台是大概190万 所以这些车子 大大百万来百万去 都是高宏安搭的车子 都是他跑行程的车子 那大家就会问一件事情 奇怪 那高宏安为什么当个市长 不能好好的开 就坐一部车子就好了 你的司机 这个政府配给你的 你的坐车 政府也配给你的 你一部车就好了 那你为什么要分那么多部车呢 结果有人提出了两种解释 第一个 高宏安不想要自己的行程曝光 不想让大家知道 所以呢他就会换车子 因为你知道在同一部车上面 这个车牌号码一看 就知道是高宏安的坐车 然后车上行车记录器 车到哪里呢 都会留下痕迹 所以为了不要让大家知道 他的痕迹 所以呢他要分几台不同的车子 进进出出啊 那所以你看你注意一件事哦 新竹市政府呢 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更糟糕 为什么 当你告诉大家说 那些都是私家车的时候 人家就会问你一件事嘛 那你是新竹市市长 配给你的公家车呢 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去搭私家车 而且一搭还搭这么多台的私家车 对 这很奇怪吗 所以大家就会说 你有哪些行程是你觉得 不方便公租于市 不方便让大家知道的 所以你需要这么多台的私家车 就让大家知道就说你既然当了市长 你应该搭公务车 对 因为你才要 才能够接受这个监督嘛 那你一直搭私家车 事实在是要逃避 外界监督逃避议员的监督吗 有这个当过这个 这个幕僚的人就讲说 高宏安的这个做法很明显的 就是不想让大家知道 他的行程究竟到哪里去的 看到车牌号码就知道 哦哦这个市长来了 看到车牌号码就知道说 市长可能到哪个餐厅去了 所以为了不让大家知道 所以才有这么多台的私家车 可是你知道这里面呢 最尴尬在哪里 最尴尬在于说 除了他的车还特别的多之外 那当然有议员呢 用说他可能比较这个 娇娇女来形容 可是我觉得重点不在这边 重点在于说 请问这些有这么多的人的车 都可以借他使用 这是怎么回事 对他们是什么关系 对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可以借他使用 你说李中庭的双B的车子 借他使用好吧 他是他男朋友嘛 他的车子借他用 天经地义嘛 那问题是在于说 你看私俗亭的车 也可以借他使用 那私俗亭为什么身份敏感 是第一个 私俗亭是你的心腹 第二个私俗亭的老公 他是在做建商 他是做建设公司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提 建设公司这件事 因为另一个 你看他那一台保时捷 那台保时捷车子的车主 叫张文景 张文景呢 是新竹县前议长 新竹县前议长的弟媳妇 而新竹县的前议长的先生呢 他就是做建商 叫做理力建设 理力建设 所以呢 这就是从里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这些人呢 对车子是 出现两家建商背景的人了 是 这些人的车子呢 是借高宏安使用没有错 但是里面就看到 两家建商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私俗亭的老公 所以这边 你看到两家建设公司 私俗亭的车子呢 可以让高宏安来使用 然后私俗亭的先生呢 也是建商 然后呢 这个张文景的车子 保时捷呢 也可以让高宏安使用 张文景的 我说他是这个 新竹县前议员会的 议长的这个地席嘛 那这个议长的先生呢 叫做李鸿章 所以呢 你看 在这里面就出现 两家建设公司了 好 跟两家建设有关系的 车子也让你高宏安使用 那我请问你 这难道没有 瓜田里下敏感的事情吗 新竹县如果什么样的工程 那会不会是 土地开发 对 让这些建商 事实上 仲将你讲到重点 因为你看我们的前面 电视墙上面 前面网红四叉猫 他们有执意一件事情吗 会不会跟大新竹车站的计划 会有关系吗 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情 是因为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说 他们一定会有关系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 也还没开始 那但是这个案子 会不会受到瞩目 当然会受到瞩目嘛 这是新竹的 我们讲说大车站的计划 那新竹市的大车站计划呢 坦白说就是因为新竹车站 前站跟后站那边开发的问题 然后越来越没落的状况 所以呢 新竹在临志间认内 弄了一个这个大车站计划 希望能够让这个地方 做一个大平台 从后站连到前站来 那这个计划里面呢 好 它可以看到部分有哪里 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它很明显 要重新改过 改成一个跨过来的平台 然后呢 盖北公园跟南公园 两座公园 看这个比较清楚一点 你可以看到呢 它假设这是面对新竹市市区 这是新竹市区的 前面的那个部分 假设你的老公 你的那个亲戚的车子 或要新人要来载你 或给你用 这个人这没什么问题 关键是中将跟讲的第三种 你有没有跟你新竹市 有利益相关的厂商 而这个厂商 有没有包含建商 有没有包含 有拿政府标案的厂商 这就是问题 这一期五条 有没有包含建商 就要可以用